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它定义为汽车设计师的受难日 发布之后它的销量就立马显现中口难调 它面对的压力困难都在这里 95年上大学 看到中国人买车还不很方便 马路上奔跑大部分都是卡车等等这种商用车 这已经露出了端倪就是汽车要进入中国的家庭 99年大学毕业来到上海 进入到核子企业就上其大众 在这期间其实学习了整个汽车设计的全业务流程 其实学到了一种思想 就是什么是职业汽车设计师 如果你为什么看到德国车到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 老百姓喜爱的一个品类 它讲究这车很扎实 很稳健 很安全 这个安全是可设计的 如果这个设计只是传递 只是简单的一个美态表层了 设计要解决很多问题的 我们职业化的道路就是要深刻的理解 设计是如何解决交通工具和公共之间所面临的这种问题 它必须要把可销售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当然你会做到很多制约 明明这个线条可以这么拐 但是你觉得这样下来之后销量就下了一半了 逼得你再抬高一些 这个线条再上来一点 全能老少全都坐在里面去 它是一个商品 是一个大批量工业化产的商品 满足最广泛的消费者诉求 到了2006、2008年之后 就是中国的各大车企开始全力培养自己的中国本土品牌 这是一个大浪 到我来到集团制度品牌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MG品牌对我而言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它是说是创业是卖给年轻人的 它需要把它的这种激情和澎湃来转化 然后销售给消费者 经过几代车型 MG3、MG5、MG6 包括现在MG7、MGHS、MGZS等等 一个从弱到强 量从小到多 包括电动化也在开启 这么多年里来 MG品牌 我觉得它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 在海外是争争日上 我们通过MG4EV这款车型 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成绩 最显著的就是月销破万 我们对这个破万非常执着 就证明我们现在开发的车子 能够获得海外的认可 我们在2021年开始 没有什么 今年我们会遇到3,000车 现在我们有超过160,000 人员 在台湾上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路 在伦敦出差的时候 刚一下飞机在西斯洛机场 你就会看到前面有一台MG-ZS的SUV在开 有一次我在伦敦设计中心的外面的街道上 一个小弄堂里面 就又看到一辆MG-ZS开过来 一个银灰色的 然后我就顺手把它拍下来了 当你设计的作品在海外的道路上奔跑起来说 非常的激动 这种激动它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在海外投放的车型越来越多 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 中国海外出国首次超过日本 成为第一大汽车出国国 我们在这第一大出国国里是最大的品牌 到未来它竞争还会激烈 所以这给我们设计师也提出很大的要求 就是我们现在目光不能光定在国内 要全球化事业 定位 配备 造型 语言 打造 不同区域市场的诉求 在我们在考虑这款新产品的时候 最前端就要考虑进去 全世界各地有不同地方的法规 欧洲的五星跟国内的五星都不一样的 全球一体化来思考 要做好国内的大循环和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今天是独特的日子 三年之后疫情之后的首个国际大型车展 那今年车展是给全世界的这些汽车品牌都带来很大的冲击 中国车是取得如此大的进步 我在读汽车设计的这门学科的时候 我们曾经一度很悲观 会放映全世界来看 你都能够找到符合当地特色的汽车 你比如说英国和英伦王室那种感觉的 雪佳车身优雅动感 德国设计给你感觉就很扎实 用料就很足 意大利充满了雕塑 日本车这个空间的运用非常的极致 大家一直问中国车呢 三年之后中国的电动车品牌异军突击 全世界范围里面开始在蓬勃发展 海外的司机圈的朋友 他跟我交流的过程都在问 你们中国电动车 有更多的像上汽 广汽 长安 吉利 比亚迪 什么蔚来 理想 所有的一些中国品牌们 在做这种电动车的群体的时候 它有个主线 这个主线就是中国文化的背后的主线 我们是中国品牌在不断向上过程中 逐渐逐渐找到自己的感觉 设计也会找到自己的感觉 说汽车强国的背后是你是制造强国 制造强国背后是民族信息 中国的制造通过汽车的形式 一定会在全世界马路上奔跑 这段时间是中国设计师最闪亮的时刻